Let me mention just two I think the Chinese culture South Africans are very fascina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to learn from it And this culture of hard work Is the most exciting 近日 南非驻华大使谢盛文 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谈到想将中国的什么精神 带给南非人民时 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谢盛文已就任驻华大使 一直三年多 在他看来 南非同中国双边关系 不断发展 两国各层级交往频繁 互利合作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第一个是那种正常的 respect 第二个性能是织有特别的利益 交往都是由对赢争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就在政府以后 但我们将他们帮助 据统计 截至目前 中国连续15年成为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 南非连续14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也连续1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谢盛文特别指出 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 给非洲国家带来新的机遇 而即将在北京举行峰会的中非合作论坛 则是非洲国家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因为在美国的内容中的重要位置 是在美国的中心生活中有关的重要贸易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在南枪中有很多大贸易优优业 带来的第一个贸易优独立在中国 例如在美国的小贸易优独立 阿斯班是一个南极专庄的优独立在中国 谢盛文表示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一系列机制 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不断在非洲国家落地 通过路、载转转,微软的荷 通过互通通訊业 通过互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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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钮 来自帆络港铁发生会 成员的贴方圆地 中国的中国人口 变了大影响 谢正文介绍 南非人民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 南非已经将中文作为一门可选课程 引入南非的小学课堂 越来越多的南非人 希望通过学习中文 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吸取中国发展的经验 因为他们要理解这中国国家 这个中国国家的美国 如何一个国家 这些年轻贵的年轻贵 变成为第二大专业的经济 我经常说这些东西 和我的南非人在家 是中文化的经济 你能够成为富翰而成为富翰而成为富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